观音只等玉瓶水满便可飞升成佛 起料即将水满之时 玉瓶却被扇财童子失手打翻 水全部洒了个空 童子因为担心被观音责罚 于是静偷偷跑去装了满满一瓶吸水 想以此蒙混过关 师父 静瓶的水满了 难道佛缘你的 我去看看 妙善见玉瓶内果然水满 就连柳枝都发芽生根 拔都拔不出来 我昨夜入地 不见心上白脸开放 原是玉招 看来如今她的沉洁已满 是正道的时候了 于是她赶紧让善才龙女 下山去告知父母相亲 明月一早她就要离开大香山镜头 去金光寺源继承道 善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生怕误了妙善的大事 于是赶紧向她说出了玉瓶水满的事情 起料妙善只是看了一眼就笑了 善才柳枝 去以生根 这不是你的错 外事有因 如此说来善才反倒误打误撞 帮了个大忙 证明天意虽有 但无妄事在人为 而此时如来佛祖也算出妙善臣界已满 即将原济重返天界 而等准备迎候 果然次日一早 得到消息的百姓全都赶来金光寺 烧香祈福送连妙善 而妙善就在百姓的祝福下 坐定到了莲华台之中 妙善双手合十虔诚念经 不想一部佛经念完 妙善竟变换出了十八个真身 随着一股鲜雾升起 妙善和善才龙女的肉身就此原济 莲花台之中佛光普照万里 而妙善三人就此功德圆满 非生至天界成佛 老父亲目送的妙善离开 便问他如今你已修成正果 今后该怎么称呼法号呢 观音即将成佛 竟连如来佛祖都亲自打来接他 十八罗汉为其护驾 只见观音坐于莲花台之中 便换出十八个真身 随着一股鲜雾升起 观音肉身就此原济 而观音坐过的莲花台 更是佛光普照万里 可观音本该飞升天界 但他见凡间苦难众多 就向佛祖秉试 决意在凡间选一清静之地 前往南海普陀落家山坐台正果 老父亲目送妙善离开 妙善已修成正果 今后怎么称呼法号 佛祖风为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这天观音菩萨正在南海打坐 善财童子却领着一个洋和尚而来 这位自称沙巴陀的僧人 要拜见师父 可不知观音菩萨在哪 我带他来见你 菩萨论高僧是从何而来 要往何处去 被何来见我 高僧声称自己是从西方佛国而来 到东土中原本是想讲佛传经 你不远万里 跋山涉水来到中原 实属不义 不知传经讲佛是否成功 杨和尚费力地说着一口别脚普通话 说自己走过了半个中原 这几年战乱不断人心险恶 你整窝斗 实在罪孽深重 没人知道佛教 我见路上有人打架 就急忙上前劝讲 劝人行善向佛 可他们根本听不懂我说话 骂我是吐驴多管闲事 甚至还直接上来把我打扮 随后杨和尚又来到一家旅馆住店 可哪只老板看着他的穿衣打扮 竟把他当成了异类 还问他的头发呢 不料老板却压根不知什么是僧人 和尚只好给他解释 僧人就是蒋佛的师父 蒋佛不明白 你到我们河南来干什么 我来给你们蒋佛穿井 蒋佛穿井 不明白不明白 你不明白啊 你是越说我越糊涂 杨和尚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你们中原人怎么什么都不懂 起料这时老板娘急忙赶来 二话不说就拉着杨和尚往里进 可和尚压根不想住在这里 我不住这里了 不住了 这可由不得你 老板娘不依不饶直接拉住他 一口咬定你脚都踩在我家地皮上了 不住也得住 更霸道的是 就连当地的官差都帮着店铺说话 欺负他这个外地僧 强行将他推了进去 而让杨僧更想不到的还在后面 观音菩萨正在打坐 善财童子却领着一个杨和尚而来 高僧从何而来往何而去 为何来见我 其料杨僧却操着一口憋脚的普通话 拼僧是西方佛国之人 到了东土中原 本想将佛穿井 哪知就因为他长相怪异 竟在路过河南一家旅店时 遭到了欺辱 因为这对店家夫妻竟然是强盗 专门趁着深夜抢劫有钱住客的行李 当晚杨和尚正在屋里打坐 忽然听见外面有动静 于是他趴在窗户上偷听 结果惊意外得知 夫妻俩将迷药倒进了一壶酒里 准备迷晕东屋住客 杨和尚乃佛门弟子 自然不会放任其作恶不管 于是第二天一早 他便抢先一步打翻了毒酒 不能喝 不能喝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无礼 这里面 要 你这兔礼 你是不是嫌我给他端茶了 没给你端的 老板娘怕和尚坏了自己的好事 于是急忙上去打马虎眼 指着地上的杯子非要让和尚赔钱 好巧不巧的是 此时官差再次打来 连问都不问 直接就将和尚抓上了公堂 起料这县太爷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 一见到杨和尚还以为是怪物 立马捂着嘴直乐起来 在听到和尚驴唇不对马嘴的说话时 县太爷更是不耐烦 当场下令打了他五十大板 打完之后又直接将他赶出了河南县 快快 杨和尚对自己的遭遇深感悲痛 忍不住询问天上的佛祖 弟子被干出中原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哪知下一秒佛祖竟千里传音 真的回答了他 佛祖让他去南海普陀山 找观世音菩萨帮忙 就这样杨和尚找到了观音 将自己的遭遇全都告诉了他 而观音认为这次他东行碰壁 皆是因语言障碍导致 于是就让他先暂时回西土佛国 带练好普通话后再来中原 为了教化百姓 观音打算亲自下山去普渡众生 龙女善才 我这就去中原洛阳 你俩好好在此等候 有事我会换你们 是 师父 说吧观音菩萨就起身前往河南而去